哈喽 经常出差的空中飞人们 还在为打包行李手忙脚乱吗 今天我要分享我的打包小妙招 让我们随时来一场缩手就走的旅行 随时出发 整理无处不在 生活自由自在 我会把行李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部分是我们的证件类 比如我们的身份证 我们的护照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资料等等 在出发之前 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在临出门之前仔细核对一遍 避免遗漏 第二就是衣服类 很多人习惯性 一股脑的把所有单品都塞进去 结果核箱的时候压不下去 掌握一些修辣的小技巧 有时候可以让你少带一个行李箱 对我来说 这里有几个小妙招可以分享给大家 为大家节省不少的空间 内衣 鞋子 饰品 我会用环保拉链带装起来 大小合适 质量解释 可以重复利用 独立小件 见缝插针 预皱的衣服可以卷起来 放进行李箱 最大程度的避免折痕 尤其是夏天 我们戴的衣服都比较轻便 这时候就可以选择环保拉链带 把它们分装进去 最后进行折叠 挤出空气真空处理 看是不是压缩了很多 保证空间的情况下 分类还很方便 我的不同种类的衣服都会进行分装 还有就是我们女生经常化妆需要用的化妆刷 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爱多美环保一次性的薄膜手套里边 你看这样子放是不是很卫生很便携呢 那第三个就是护肤类了 像我们经常出差的人 从南到北 就会经历地域还有气候的一些温差 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容易敏感 那么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出差必备的 爱多美的保湿三件套 让我觉得真的是 无论我在哪里 都可以用它来好好的给我的皮肤补足水分 第二个肯定就是要带 我们的爱斯洛特真眼系列了 我最最重要的诉求 其实还是要做到极致的抗衰 对不对 因为我也很怕老嘛 所以无论到哪里 这一套是我必备的 特别是这一皮浓缩的精华液 对我来讲 就是每天都要好好的用它 能够让我的肌肤看起来 非常的饱满通透 经过头一天 我们可能长途跋涉 会有一些皮类 皮肤就可能会暗淡无光 这个时候 我就建议大家用一片 我们爱多美的每日面膜 这个除了我们上妆之前用一片呢 可以让我们的妆容很服贴之外 也可以作为我们肌肤呢 有效的一个补充营养和水分的一个快速的一个面膜 所以我出差到哪里呢 它一定是我的必备 这个在酒店里面呢 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牙刷呢 会有一点阴影刷毛 对不对 那用这个呢 可以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舒适 安全 并且呢 也非常方便 携带 最后这个是一定要带的 那就是我们的爱多美护发精油 比如说我们在北方有时候风会比较大 对不对 一下我们的这个发型就变乱了 此时怎么办呢 当然不用担心了 我们的爱多美护发精油 可以一秒钟解决你的问题 那说到这里 还有一个地方特别的贴心哦 那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卡扣 你看啊 往这边旋转呢 它就可以锁住 就不会往下低 也不会侧漏 往这边呢 就是打开 我们轻轻一按 精华呢 就可以出来了 所以也是非常贴心 也是非常方便携带 和安全的一款护发精油 强烈的推荐给大家 出差必备哦 悄悄告诉大家 这个防晒 量大 实惠 抹脖子 胳膊 腿 通通都不心疼的 那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随身物品了 大家一定要记得 千万不要忘了 我们随身携带的口罩呀 耳机呀 轻雨伞啊 等等啊 还有我们的充电器 当然也不要忘了 我们要需要每天去补充的 比如说我们的红生丹 还有我们的普尔茶 还有我们的阿拉比卡黑咖啡 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碳银 通通都可以放在我们的爱多美的环保拉链袋里 这样轻轻一拉就好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小妙招要为大家分享 比如我们在坐飞机或者是在坐火车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保鲜袋 去做一个手机支架 很方便的看视频啦 最后我的攻略都已经整理到了屏幕上 喜欢就赶快去截图吧 最后呢 祝大家出行顺利 旅途愉快 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